这个油价去年和今年的对比让我看起来觉得很有意思 大家好,我是刘真,今天还好吗? 这个说起油价来,这个就是我一直想不太通的这个事情 搞不太明白的咱们的这个机制 我也不敢太搞明白,反正就在这小声的问一问 昨天看到一个对比,就是2022年的3月份 国际油价大概是130美金左右 国内的成品油的这个92号的油价是8块2 然后呢,到今年2023年的3月份 国际油价一度跌到了65美金 就是对半了,腰炸了 然后国内是多少呢?8块 国内是8块,有的地方是7块8,7块9 反正是差不多就还是8块附近 然后呢,后面还跟了一则通知 大概在4月十几号就又到了这个油价上调的这个区间 然后最近油价又有一些波动 又往上反弹了几美金 那预计到4月17号还要再上涨三毛钱 三毛几 那就说白了就又涨回去了 又到8块,28块 那和这个130美金时候的油价又恢复到一致 那咱就不说这个机制 为什么总是涨的多跌的少 涨几毛跌一毛,涨几毛跌几分 想不通啊,而且我们这个油价里面呢 其实是对国际名声影响很大的 因为我们的油价里头燃油税加上各种这个燃油税消费税 这个增值税 基本上一半都是税 那一个油下来就好几块 所以对物价啊 对这个整个经济啊 对通胀 它的影响都是非常大的 所以我还是希望啊 油价能 既然定了这个机制 就正常的让这个机制 随着这个 这个有国际油价上下波动啊 这样的话呢 大家都能明确的看到啊 是这个机制是合理的 是正常的在运行 油价柜什么东西都会受影响啊 油价柜这运输的这个成本 物流的成本就高 这样大家买到的东西就都会受影响 都会涨 如果油价低一块钱 或者低两块钱 很多东西都会明显的啊 这个成本压力就下来了 所以希望油价能回归正常 点赞评论加关注 谢谢大家